通常在加拿大 我們一般都會時不時 叫一些Pizza Delivery 回來家一邊看事情一邊吃 是一種普遍的食物 除了Pizza之外 另外還有一種意大利的食物 是非常受歡迎 非常普遍的在加拿大 我們自己不時都會主力吃 就是Spaghetti 綠醬意粉 所以今天我要幫大家做一個 Spaghetti 綠醬意粉 給一些從來沒做過綠醬意粉的朋友 或者是新學煮食的朋友 或者是給一些留學生 或者是擔心人士 或者是你家想開Party 想加多一種很簡便 又好吃的菜式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很簡單 首先我們要去司機市場買一些碎牛肉 這些已經切好了 今天我去買這個 比較瘦一點的碎牛肉 就是6.5元一盒 另外還有一種特別挑選出來的瘦的牛肉 大約7元一盒 另外還有一些混合的 就是半肥瘦 大約4.5元一盒 就隨你自己歡喜了 如果喜歡吃純肉多一點的 就買一些純瘦肉 對身體又比較健康 但是很多朋友都喜歡吃大一點點肥的 那你就可以買那個 好像這個那樣 中瘦 偏多瘦肉 而少肥肉的牛肉 或者如果你都不介意身臟力 變得很輕的時候 都要出去運動的 那你根本就可以買那些 混合在一起的那些 那些 有時候的成績肥更好笑 跟著的材料就是 意大利麵 大家可以去任何一間的宵客市場 看到很多人都有意大利麵買的 那它的價錢 由9毫9至1包 1.9毫9一包 2.9毫9包 3.9毫9一包 那已經是最高的價錢 那當然呢 如果你 你 懂得比較 音專一點的 那你可以去一些特別的 意大利麵店店 那它可以幫你 立即完成做意大利麵票 那在單單方多 我去到一間 很多人光顧的 就是 立即幫你做意大利麵 去做 那麽很多女士 就去買那些 唇蜜做的 給她們加出來做給她們 有很多人買一些 是 全部用的那些 植物 那麽 那些意大利麵 做出來之後 全部是模式的 那麽 隨你自己喜歡 那麽 我本人覺得 就是喜歡 離歸傳統 簡單的 Sagani 那麽就可以了 那麽 如果你是 喜歡做運動的人 還有 經常出生日立 那麽 那麽其實 吃這些 Sagani 的Sagani 麵已經夠了 很好的 只要你不要吃得太過濃 就不會怕會太肥 那麽跟著我們的材料呢 就是 簡單的不得了 你去Sagani 一定可以買的 就是意大利醬 那麽 那麽當然 那麽當然 如果你 很有心機 在家中 喜歡自己做 意大利醬 那麽可以買一些 材料回來自己做 那麽因為這個節目 是給一些 第一次學煮食的朋友 還有 給一些 單身人士 和學生 那麽 那麽不可能 沒有時間 那麽心情 是幫你買那麽多材料回來自己 煮意大利麵 醬汁 那麽 那麽在街市 到買 到燒市 就買的 就簡單 這麽呢 就是 比較傳統一點的 除了有 所有的 番茄 野菜 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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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湯 牛肉的 裡面 很好吃的 那麽呢 那麽呢 當然呢 有些朋友說 我不喜歡吃豬肉的 那麽就做了 那麽所以呢 你可以去選擇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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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蘑菇的話 有些醬料 專門加了很多蘑菇 除了自己的口味 有很多人喜歡吃蒜頭 意大利人也喜歡吃蒜頭 北方人也喜歡吃蒜頭 有一個醬料 意大利粉醬料裡面有很多蒜頭 加重度不得了 除非你真的很喜歡吃蒜頭 你第二天不用上班 或者不用出去見客應酬 你很懂的 因為在外國很多人都很怕蒜頭 很怕很怕 如果有很多人看到你 就知道 每個人都離開了 就像他看到薑絲一樣 一看到他掛蒜頭出來 他都不敢進去家 但我喜歡吃蒜頭 很有益的身體 另外有些醬料醬 就是加了很多芝士 有很多人很喜歡吃芝士 他的醬料也加了很特別的芝士 他喜歡吃芝士的朋友就會覺得很好吃 所以這個醬料就隨你自己喜歡 你去到私家市場就去那個 spaghetti sauce 那個session 去挑選 你去找到一副你最喜歡的 還有你不要看這麼多東西 是很便宜的 一般的醬料 一個9毫9 兩個9毫9 三個9毫9 四個9毫9 全部加拿大做的 夠你看人家做多少錢 夠你住很多人的份量 或者你分開一兩次吃都可以 也可以 首先我們就用一個煲 放些水 六成半碗就可以了 水裝滿了之後 我們放在火爐那裡開火 然後把意大利粉一開為二 放進這個鍋裡 大約煮去九分鐘到十分鐘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住太久 太久就變得淋了 那數量呢 就是看你自己 今天有幾多人吃 或者是你一個人吃 或者你和你全家家人吃 或者你打算是用來開派對的 有幾多朋友來 根據人數而加大 在這裡跟大家說 一般我們香港人呢 我們喜歡過冷河 即是把煲麵第一次煮好之後 把熱水倒進去 再重新加一些新的冷水再煮 煮出來的麵比較嫩和軟 很多香港的朋友很喜歡這樣吃 但是我在加拿大 很多意大利朋友的家裡做客 看他們家裡的爸爸媽媽都喜歡自己煮 原來他們是沒有過冷河的 所以有時候你會發覺 你外出家吃意大利麵 是比較冷身一點的 隨著自己喜歡 如果你喜歡吃點新一點的話 你就過過冷河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怕麻煩的話 你就學粥意大利人 就煮去 九分鐘到十分鐘就可以了 除了我現在煮麵的時候 跟大家聊聊天 我跟大家說 如果你有機會去意大利朋友的家裡做客人 或者過夜 你自己一定有心理準備 為甚麼呢 我自己曾經有一個經驗 唉 真是慘 原來為甚麼呢 為甚麼呢 意大利人是很好客的 例如我們中國人 這件事不妨也很熱情 嘩 熱情得飛起 我記得有一次 我去我朋友 二弟的朋友家裡做客人 嘩 她媽媽這裡煮了很多食物 時間晚上時間 去飯桌 上桌 坐在那裡等那些菜 我先拿了一堆 炸雞 我很好啊 你來吃炸雞 不要緊 我就喜歡吃炸雞 以前之後 她媽媽又拿了一大堆的意大利腸 她很喜歡吃意大利腸 那我就拿來吃吃吃 其實已經炸雞 雞和意大利腸很粗很大條 通常都是不當做餐吃的 那我吃完之後 想著吃了晚餐 怎麼也知道 她媽媽先拿了一大堆意大利粉出來給我們吃 原來這個三明星 糟了 我都差不多飽了 然後意大利粉 除了有意大利的肉醬之外 還有意大利的肉醬 還有意大利的肉醬 很大股 就像獅子頭那麼大股 大家沒那麼大股 差不多那麼大股 嘩 逼著我要吃 唉 強行吃下去 我都飽了 吃完之後 打算 煮奶一定搞定 誰知道最後一頓是甚麼 就是那個栗珊 就是意大利的肉醬 一層層的麵條 放一些碎牛肉 再放一層層的芝士麵條 再放那些牛肉 做一個不高層的栗珊 我不喜歡說中文 你見甚麼 嘩 逼著我又要吃 我吃到 塞住了整個胃 這樣說起來很慘 所以大家一定要一定要小心 然後要留在家裡 接著 吃完之後 我打算說 當我伯母在洗東西 媽媽說 行不行 不可以進來的 你們出去 那裡 延廳看電池 那裡 自己給你洗碗 洗東西 那你 是不是好笑 你們這些中國人很好玩呢 我覺得 想一下有多好 這種類型 是很典型的 住家父女很好 不過我想 她一定很喜歡 她的兒女和她的老公 要不然 不會這麼 甘心情緣 自己煮東西 洗了些東西 你想一下 看一看 她的廳裡 看到她的老公 她的兩個兒子 我 她的兒子的朋友 和她的狗 整天都在那裡 看電視 摸到豬 她自己做餐夢 你看看 意大利的人多喜歡 她的家庭 很和俗 很開心 她去做客人 大約九點半的時候 她老媽就出來 叫我們進去廚房 餐桌吃東西 蛤? 我又吃東西? 她說是 對呀 看到她媽媽剩下一大堆公司 三五次 嘩 怎麼吃呢? 她媽媽跟我說 你要吃多一點 你可不可以發育 發育長大 我也想跟伯母說 還發育 我已經佔育橫生了 伯母 唉 我又說 我跟新西方 看到客廳 有張伯母 很漂亮 身材和以前五十年代 意大利的太明星 珍拿羅露 露露寶列吉丹 和蘇菲亞羅蘭 一樣 真的 腰是腰 腿是腿 胸是胸 漂亮得飛起 但是呢 我和我眼前這個伯母 我真的 散透都不相信是同一個人 為什麼呢 一個伯母 現在正式變成一個 不過意大利的不單是大媽 是大大大媽 簡直和伯相是不同的 不過 幸好有伯相做證據 然後我就看看 我的朋友 意大利的這麼帥 就是因為他維持了他媽媽的基因 如果不是有他的兒子 和伯相做證據 我簡直是不會相信 是同一個人來的 所以 我們大家記住 喜歡吃東西 是好的 吃得是福 但是呢 記住 是要忍耐好 要不然 就會 很容易 會 將自己的身形 和樣貌 都會改變 當然 有些人覺得 是這樣的一種幸福 是 找到自己身外的人 有自己身外的家庭 他什麼都放下了 很開心 他根本就不再注重了 都是一種福氣 但好像我們這些人 始終放不下了 所以大家吃東西 都一定要比較 少量食量的食 還有呢 做一下運動 多活動一下 不然呢 真的會變成 很 很 大size 9分到10分鐘之後過了 麵煮好了 就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關火了 這樣呢 就拿起鍋 哇 煙霧 好厲害啊 然後把熱水 倒進去 酱油煮好了 把酱油放在煲旁邊 放下備用 把酱油麵浪乾水之後 把酱油放在煲旁邊 然後把酱油倒進鍋裡 然後把酱油燒烘 然後把酱油放進去 把酱油燒烘後 然後把酱油放進去 慢慢炒 這些加拿大牛肉 它虽然在那边做了一条条 但是你一炒就会有一粒粒的了 可以很碎的 或者不是一粒粒 就是刚刚好 用来做子大利肉酱是完美的 你看看多漂亮 因为呢 这次呢我是教大家做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做肉酱意粉 是给你第一次做 还有没做过saghetti的朋友来做的 所以我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做 什么都不做 就是什么都没有教你交换 它全部是现成的 那其实呢 如果我们讲究一点的话呢 我们应该是自己制定些 洋葱啊 红青椒啊 不辣的那种 还有青椒 Mushroom啊 古大利 香肠有猪肉的那种 在里面 然后一起炒 烫到不得了 因为刚才我节目开场的时候 我介绍了你 我今天买的那个 那个肉酱 那个酱料里面呢 已经有了一只 意大利的 猪肉 粒在里面 所以呢 这样就OK了 那次就没有 那么麻烦 那就大家 这个节目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可以了 这些学生啊 老学生啊 自己一起做 简单到飞起啊 那其实呢 现在在炒那个牛肉的时候呢 我应该就是 家里呢 有些新鲜的洋葱 已经拿出来 切一粒粒 加上去一起炒的 那么呢 更加香 更加好味 但是呢 因为这个节目呢 是今次是 喜欢给你们一些提示 做Sargetty的朋友 学的 那我就非事 那么麻烦呢 他就用它 才买回来 那个在意大利上 那你将来呢 做了一次之后呢 很简单的 那你呢 就可以自己 家里吃起司的东西 那记住我 第一半来说呢 就算你买了 这个 意大利 粉的 酱料 那你自己做呢 就切些 洋葱啦 就切些 青的 不辣的 青椒 和不辣的 红椒 就好 大大 那些呢 切上去 然后呢 混在那些 牛肉一起 炒 很好味的 到实际上 加上这个 完成煮好的 意大利 Sauce 的酱 非常非常好吃 那些朋友 或者会 发觉 咦 我好像 放些东西 在炒牛肉的时候 我的错误就是 炎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去过很多 意大利朋友家 看他们煮意大利粉 他们没有加盐 我问他们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跟我说 你买回来的 意大利的 醬料里 那根本什么味道 都有齐 不需要加的 那 这个东西呢 就 操作给你自己的喜好 因为这节目 发明是 煮给你自己吃的 对吗 如果你喜欢吃 咸一点 那你会加一点的盐 但先不要提 不过 你自己喜欢 千万不要介意 因为是一定要煮给你自己吃 所以你自己吃得 对你的口味 吃得开心 吃得健康 最重要的了 在鱼肉炒到差不多熟的时候呢 我呢 将今天买的 肉酱意粉的酱料 倒下去了 即是里面有一把 那些 猪肉粒粒在里面 即是很少分量 当然是 所以为什么呢 如果你真正确实要做的话 你自己到时就要去 那些意大利 或者在市场市场 买那些 那些 意大利 有猪肉在里面 放在里面 切上去 放在一起煮 那就很好吃的了 那 那就 随你自己了 那你喜欢吃那个 肉酱意粉 那个意大利的酱味 利料呢 你就可以加多些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就现在这样都可以了 不想太多 你看多漂亮 因为这个酱料 本身很好吃 很好吃的了 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试了 小心不要小心 烙到嘴 如果你觉得 嗯 一流行 那就不用再加了 如果你觉得 我还想加多些 那个意大利酱汁 那你就可以加下去了 那当然 那刚才我给大家说过 我去很多 意大利朋友 家里 他煮意大利粉 是没有加盐的 在你试这个味道的时候 你可以 看看 这个做法 合不合你口味 如果你觉得 不行 你想有点点咸味 那你自己加少少的盐 一切记住 这个节目是 以你自己 喜欢吃 一口味 为伊龟 哇 好香啊 哇 香到 真的 100% 意大利粉 然后我们现在把刚才的意大利面倒下去 一路炒回去 哇 香到啊 那我们现在把意大利面倒下去 那些肉酱 和这些肉酱意粉的材料 里面 炒去 哇 哇 香到啊 那这样一般呢 我们呢 都会 通常呢 就会把一些 炒好的肉酱 然后呢 等一会把面呢 全部炒好了 然后呢 然后呢 装上碟上面 然后呢 再将一些 肉酱再倒在上面 看来呢 会很漂亮 好像餐厅那样 但我们在家做呢 就不需要这样了 还有呢 我去我很多 以大利朋友的家呢 他们煮都是这样的 在那样的 我都是跟他们妈妈 跟他们老爸 去学的 哇 香到啊 所以现在呢 呃 大家现在在外面 做留学生啊 呃 自己煮一些很方便的 还有很有营养的 大哥 呃 呃 你看这些意大利老 那些肉酱很大 就是这样的 哇 香到啊 大家看看 几块手 这里 肉酱意粉 十几年 已经煮好了 好香啊 好漂亮啊 好像我经常都说 那些节目是便宜的 真快 主要是给第一次 煮食的朋友来煮的 今天呢 这个肉酱意粉 是最简单 全部的东西 全外面完成的 好像那个肉酱 那个酱汁呢 已经完成了 所以你买的都不需要 就是买 那个 醉牛肉和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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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同的话 那 就 照理自己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 吃得健康的 卫生很重要 所以买炒到 100% 买 买 外面呢 那些餐厅 是不可能给你这么多料理的 因为呢 人家做生意嘛 是不是 那自己家做呢 又可以买最漂亮的牛肉 最好的新鲜的材料 煮出来 真的很好吃的 大家记住呢 有机会 学来煮啊 很简单 很简单的 又有营养又简单 又便宜 我们俩相爱在新华西 朝朝暮暮长相依 夜缕黄红翠柳遥影 欢迎儿子双双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